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 使用的8个系统状态检测命令 作为一名合格的运维人员 想要更快更好的了解Linux服务器 必须具备快速查看Linux系统运行状态的能力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介绍8个常用的系统状态检测命令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命令 Network Interface Configure命令 也就是我们 我习惯把它称作为If Configure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命令的话是用于查看网卡状态和 网络状态等信息 主要查看的内容呢 是包括有网卡名称 IP地址 物理这个网卡物理地址 也叫这个Mac地址 以及这个RXTX接收数据包和发送数据包的个数和累计流量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是这个网卡的IP地址 然后这是网卡的名称 然后这是Mac地址 然后在这里 发送的数据包的数量 这个流量的总统计总量 然后接收的数据包 这个接收的数据包数量 发送的数据包数量 然后第二个命令是我们说的 UnixName命令 有UnixName命令 这个命令是用于查看系统内核和系统版本等信息 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是搭配-N参数 一般是会加上-A的参数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显示出来所有的信息 来完整的查看系统主机名 内核版本 CPU等CPU类型等一些信息 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命令是Uptime 这个命令主要用于 获取系统运行的 运行时间和查询Linux的系统负载 系统负载 我们来 Uptime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分别表示的是 现在的时间 系统运行时长 启动的终端数量 这个系统过去 一分钟 五分钟和十五分钟的平均负载 这个从前到后分别代表的是 一分钟 五分钟 十五分钟 第四个命令 Free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 是用于显示系统内存的使用情况 我们一般可以配合着 -h命令 这样可以更人性化的输出 使用情况 啊 空闲量 和这个 共享的 共享 进程共享量 呃 磁盘 缓存的内存 和这个 缓存的内存量 第五个 第五个命令 who who命令 用于查看当前登陆 当前登陆的用户信息 啊 也就是说有有哪些用户登陆了当前的这个计算机 用来查看这些 第六个命令是last last last命令的作用 是用于显示 近期用户或者是终端的登陆情况 last命令可以查看本机的 登陆记录 这里可以看一下 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和大家说的是 但是这些记录都是以日志的 日志文件的形式保存的 因此黑客 可以很容易的篡改这些信息 所以千万不要单纯的 不要单纯的以为last命令的输出结果 就可以来判断 看系统有没有被恶意入侵 第七个命令 history host stor1 这个命令的话 是用于显示 用户以前执行过的历史命令 默认的记录的话是1000条 默认这个命令记录 如果需要清空 如果需要清空这个历史记录的话 可以加上-c clean 来执行 这样的话就可以清空掉历史命令 然后我们重新 没有了 这就 这就看不出来了 没有 只有我们刚才执行的这一个命令 然后最后一个命令 最后一个命令 一定是 c3 report 这个命令用于 这个命令用于收集系统配置和架构信息 并且输出 并且输出诊断文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 Linx系统出现故障 需要联系技术人员 需要联系这个技术支持人员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都需要先执行这个命令 来收集系统运行状态和服务配置信息 然后将收集好的资料压缩文件 以及教验码发送给技术人员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执行过程 在这里敲回车 然后默认 默认敲回车等它执行完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压缩文件 这里可以看到它一直是在检查 在检查各种各样的配置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吗 好了 它马上就要执行完了 为什么喊这个 好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 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 这个是它打我们执行命令所输出的一个压缩文件 我们可以找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然后 我们看一看这个命令 这是5514 5514 这是我们刚才 刚才输出的这个 输出的这个文件 然后下面这个是教验码 也就是说我们执行完这个命令以后 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这个文件 我们刚才打出来的打出来的这个文件 打出来这个文件和教验码 发送给这个技术支持人员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支持 一个人能走多远 在于与谁同行 我用跨越山海的一路相伴 希望得到您用订阅点赞的支持 我是Eric 我在我的频道等你 不见不散 我一个人吧 我还不见不见 我刚才看这些文件 再正式了 我这个文件